嘿各位,我回來了 等一會,你是誰? OK,總之我今天就是要回來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我已經將近快要一個禮拜沒有上傳任何的影片呢 那麼原因呢,非常的簡單 那就是我確診了 等一下,暫停一下 現在在跟各位講話的這個DK 是已經完全康復後的DK,OK? 那我現在已經測出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病毒了 就是已經康復那種狀態 那麼總之呢,就在我們上個禮拜 剛拍完那一個 The Motuary Assistant 就是停時間駐守那個遊戲 喔對,我這邊的拍並不是說丟到Youtube上 是我剛拍完的那一天 也就是第一天的時候 我那天呢,就拍完就覺得說 嗯,我的喉嚨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我當下就想說 可能只是一般感冒而已 那我就先不理他 就頂多可能就是一個服帽熱飲啊 什麼東西的 嘿,那到了隔天 我開始覺得說我的手有點 小小的痠痛 那我心裡就想說 痾...應該不會是...吧 可是我手開始痠痛 我就有點... OMG,太擔心了你知道嗎 那...到了第三天早上 OMG,我發燒了 然後整個人狀態真的是超級的差 那天感覺真的是整個人輕飄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體驗過那種感覺 就是...整個人感覺好像飄飄 然後...沒什麼辦法可以死地那種感覺 痾...對,就是這樣 然後呢,我趕快去用快篩來測 結果一測不得了 兩條線 那我當下呢,真的是... 痾...DAN 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時候 我還要拍停屍間你知道嗎 痾... 我當下真的是這樣想 然後在下午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慢慢收拾我的一些東西啊 然後請我家人去幫我拿藥 然後準備搬去那個隔離房 隔離房的話就在我家客廳的旁邊 有一間空房間 AKA就是沒有用的廚房 然後我就在那個地方呢,打地鋪 把一些什麼手機充電器啊 一些什麼東西放過去那邊 嘿... 那你可能會想說 啊你確診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用電腦可以找一些資料啊 什麼有的沒的 或者是稍微出個影片 NO... 不行 因為呢,我的電腦剛好是在我們家客廳的地方 那我當然不可能確診之後 還在我家客廳用電腦吧 這樣是不是有點太...痾...太急扯了一點 而且非常不安全啊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 我前三天的話呢,就是有... 發燒、喉嚨痛、肌肉痠痛 然後這三個真的是導致我... 歐... 你知道嗎? 很難形容 反正就非常痛苦就對了 你連想要用電腦用平板那種力氣 都不太會有 那我那三天的話,頂多好像就是 拿了一點力氣出來 在社群上面發了一個文 就是問各位說 想不想要看之後的一個新系列 叫做Minecraft的隨機生存Plus版本 那...一共有1.6萬個人投票 那...有91%的觀眾說要 OK 那這個系列呢,就成立啦 只是什麼時候我就不確定了 OK 可能就是會等到我準備好那些東西之後呢 就會來開始了 那這次的隨機生存呢 跟以往的話會稍稍的不太一樣 那...各位到時候就知道囉 OK,那麼總之呢 前三天真的是非常痛苦 那在第三天還第四天之後呢 我的病情就慢慢的越來越好 就...症狀越來越少啊 然後測出來的病毒量越來越少 OK,那麼就在昨天的時候 也就是好像第五天還第六天的時候 我一側...沒線了 Oh yes,終於又回到一條線了 然後反正我整個症狀幾乎都已經完全消掉了 那...由於還沒有滿七天的關係呢 那我基本來講就是在家會先戴口罩 然後也不會先往外跑 就會等到整個完全沒有症狀之後呢 我可能再往外跑啊 或者是再出門之類的 我覺得啦 OK各位,那麼以上的話呢 就是為什麼我將近七天的時間 沒有在頻道上面發任何影片的原因 那...沒有意外的話呢 影片也會在明天或者是後天的時候呢 回復正常上傳 OK?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個地方啦 那我們就在下一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